尊敬的推友们 网友们 大家好 两天了文贵没有录制视频 大家都知道什么原因 是由于我的推特的关注量 从飞速增长到倒增长 这种滑稽的事情的出现 同时这两天来也是谣言满天飞 各种情况就是发生了很多 大家只是看到了事情的很少的一部分 而我跟我有关系的和在我经历的这些事情当中 那是太多了 但是首先我要向大家表态 从今天起我每天会录制一段视频 向大家报平安 避免像前天一样由于息诺造谣言 说我被逮捕了 还是刘云山书记带着他的人来逮我了 而且还有人给叶宁律师冒充我的家属名义打电话 这种谎言能发生在美国 而且能让大家去相信他敢撒这种谎 这真是对我们华人世界的一个最大的侮辱和悲哀 刘云山书记有什么权利跑美国来逮捕郭文贵 任何人有权利到美国来这么做吗 而且还给叶宁律师打电话 然后弄得所有关注我的朋友们家人们亲人们 哎呀在我睡觉的两三个小时内 几千个的问候 真的是浪费了太多大家的这种时间和精力 和真正的这种热情 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当然大家也看到了近几天来 这个阿波罗网还有什么其他的网上传说的各种事情都有 包括这个说这个习王梦啊 这个这个习主席王书记孟书记 这个统一意志 要这个对郭文贵的老领导 这个进行下手 查出老领导 这都是空穴来风 这完全不存在 因为根本很多人都在猜是老领导是谁 这位老领导是我对所有北京和我有联系的朋友 官方的朋友 退下来的和现在在职的一个统称 他不代表一个人 他也不代表着是哪个层次啊 昨天啊我的其中一个老领导和前天都给我 分别的有两个都我通了电话 这个对事情的各个方面 都跟我进行了很好的有效的沟通 特别是这个老领导说 你怎么会这个在网上啊散布谣言 说这个郭升坤书记部长要到美国去对你如何如何 郭升坤部长每天在北京的行动都是曝光的 你怎么这么造谣呢 我后我没有说什么啊 这个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谈别的事了 我在这给大家一个回答 我从来没有说出郭升坤部长到美国 对文贵怎么样 是其他网友爆出 我又开始打听听说了某些部分 以中央巡述主的名义到这确实有沟通 这是事实啊 但是这不是出自于我 但从这件事情看出了什么 现在所有领导得到的信息 反馈的信息 对事情的整个的评价都是假的 都是被操作的 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这是为什么现在海外上每天关于文贵 两到三条的造谣 包括阿布扎比什么30亿美元 这个欺骗派出这个IS杀手 还有什么这个阿萨德杀手 这简直是这个比赵本山大师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小品都夸张 但他也有人信还能得到流传 这简直是对我们这些人的一个智商的一个侮辱 一个歧视 怎么可能呢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们要相信一个国家 相信一个政府的话 阿布扎比是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拥有护照的人的 他不会背叛任何朋友 大家可以查一查 阿联酋这个国家 他们最重要的文化就是不会出卖兄弟和朋友 他们所说的兄弟是很严肃的 而且30亿美元这个事情 你太小看我们了 太小看阿联酋了 阿联酋和我之间的合作和投资 你那30亿美元还真不够我们真的付这个年管理费的呢 完全是普风卓影 专案主的人非法的提喂了一些料 就普风卓影造谣声势 而且这对国家的形象 对整个国家的管理的水平 对整个外对外的国家形象是巨大的伤害 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国家这个行为 也不是哪个政府里边集体的这个决定 一定是非法的决定 我已经是深刻的感受到了 比如说这个阿联酋的事情 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孟坚助部长是出席德国这个反恐大会之前 先去了伊朗然后呢又访问了阿联酋 在去之前 这个本来是这个王子 也就是现在三军司令 因为他的哥哥是总统 他哥哥中锋很多年了 由他来主掌了整个阿联酋的事情 三军司令 也是我的兄弟 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 那么我给他联络 我希望他一定要见孟建柱书记 因为我一直我认为爱国爱政府维护国家利益 这是我的本分啊 我应该做的 我既然为两国之间的关系 创造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合作 和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那么我就应该为这负责 不能应该有一己之私去做一些 这个伤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这两个国家利益的事情 后来孟建柱书记带着汪永清 政法委的汪永清秘书长 还有傅政华常务部长 还有安全部的董副部长 还有孙力军局长 十个人去了阿联酋访问 后来是Shake临时改变在国外的行程 回到了阿布达比临时 接见了孟建柱书记等一行 在接见当中 孟建柱书记说 我们这次来除了两国之间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 您和郭文贵的什么关系 什么事情 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在当时的Shake Mohamed 当场就说 郭文贵是我的兄弟 郭文贵是我的partner 大家听明白了 在这个国家称为兄弟 这是非常之重要的 Shake曾经当了人面 告诉我说 文贵 我们不能同年同月生 但我们能同年同月死 就是在那一天 我才接受了他的给我护照 就是在那一天 我把他真正当为了 我可以付出生命的人 因为他说话不是开玩笑的 他是严肃的 我跟他的合作 从开始到现在 他没跟我说过不 即使发生了2015年这样的事情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的合作 包括最关键的时候 专案主的人 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江良栋为首的 当时北京市行医处的上百个干警 多次到香港去抓捕我们的律师 包括抓捕他们阿联酋在香港的雇佣的律师 包括在大陆给关押威胁 而且是用害客的手段害进人家的公司和律师办公室 偷走了所有资料 而且多次去威胁人家阿联酋在香港的公事机构 包括领事馆 威胁说郭文贵洗黑钱 郭文贵是强奸犯 郭文贵是诈骗犯 然后他骗了你们 我们要帮你把这个钱拿回来 打200次 人家从来没有因此对我进行怀疑或取消我的合作 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领导人 人家怎么能不富有呢 上天在那个中东这么乱举当中给了他们最伟大的资源 给了他们最稳定的一个社会 你们有时间到阿卜达比去看一看 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 像阿联酋真的是路不时宜 这是门不关护啊 不用拿钥匙不用关门 扔在大街上前面前 从未发生过一起强奸和杀人犯罪 在这种阿卜达比城市里面 那个城市简直是完美的天堂 这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 和他们的这个整个思想经济和管理能力 和国民素质达到了这种境界 我认为那是现在少有的世界上最稳定最安全的国家 可是这个国家和中国政府的关系 最关键的合作都是因为我而跟双方连在一起的 而且这个薛克·蒙埃姆特非常的尊重习主席 而且在习主席当副主席的时候 他们俩人就认识 他们曾经谈过六七个小时 所以他一再的跟我讲 在那个时候在副主席的时候习主席 他就来跟我讲 他认为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他认为中国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 可以给世界做更多的贡献 他们对中国的体制也是有很多看法的 但是和习主席认识以后 他非常的尊重 非常的有希望 而且改变了国家的政策 大量的对中国进行投资 而且大家看到了 从那时起 阿布扎比和中国的投资各领域 每年以35%和50%甚至100%的增长 包括了旅游数去年已经达到35% 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 包括阿布扎比是整个海湾国家 第三大的石油国家 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GDP产值 这样的现在 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主权基金 拥有1.5万亿美元的现金 这样给中国带来多少的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 但是以江良栋 用傅政华为首的专案主 200次去骚扰人家 威胁人家 人家都当孩子想不理他 所以说大家从这个事情看到 当孟建柱书记带了一些人 问到谢克摩罕默的时候 他非常羊肉说 郭文贵是我的brother 是我的partner 当时孟书记就愣了 他说我们这次来求你帮个忙 从2015年到现在 郭文贵一直跟我们不接触 不理我们 他说要等待案情结束再理我们 我们希望你跟他捎个话 我们想帮他解决问题 希望你能让他跟我联系 后来谢克说 我让我的这个安全部长 还有我的办公室主任 去跟他联系 他愿意的话我愿意帮忙 不愿意的话 然后呢我没办法 后来就派了他们的安全部长 这个还有他们的国防部的人 还有他们办公室的主任 到伦敦给我见面 当面说这次会议情况 我为了给谢克这个面子 我愿意给他们接触 后来我给孟书记写了一封信 我阐述了我的观点和我的要求 后来他们到北京去 所有他们的两架专机飞到北京 一架专机飞到了北京 这安门的带着这些人 国防部、安全部和办公室的人 代表了谢克 转达了我给孟书记的信 这个信当中 我写的东西未来我也可以公开 这个信当中我非常诚恳 如果当时孟书记接受了这个信 今天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但从那天起 结果他们离开了北京 反而将我的女儿 将我的四哥和六哥 还有多名员工给抓进去了 这是这个事情的开始 后来孟书记又派了另外一个也是我喜欢的人 就是我其中说的老领导之一 因为我敬佩这个人的为人 我本来不想和北京接触了 因为这个人我跟他接触了 我真的是相信这个人 而且我没有提任何的要求 我以前他们跟我联系 我很清楚 不让我妻子和我女儿和家人出了自由 不让我员工放出来 我绝不跟你们接触 但是由于这个人这个老领导我是很信任的 后来开始在伦敦的见面 在伦敦见面以后 这位老领导提出的建议 那都是非常客观 非常公正的 如果当时按照他的意见办 北京遵守他的意见 这个严肃对待我的承诺和我的要求的问题 和依法解决 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里面有各种这样大人的私心杂念 导致了后来又对我家人抓捕 然后我开始在明镜的爆料 然后我爆料以后又他们由傅振华主导的 这个播了所谓邪性富豪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强奸女员工的视频 然后这个老领导就跟我一段时间 我告诉他你不要再和我联系了 所以这才是到了VOA的这个直播 然后就成了国家层面的了 所以这个事情的开始到现在 我们很多真相都已经跟国家的这个法治环境 国家治理 还有人民的人权尊严法治都已经密切连在一起 这是不可欺骗的 那么现在整个这事情发生到今天 我还是要说今天有人拿出来阿联酋这件事说的事情 简直是无知至极 包括这两天在网上 关于这个王岐山书记 孟书记的网上各种必谣的措施 我希望王书记孟书记 你们好好看看这些必谣的措施 在阿波罗网上 在这个其他的网站上 竟然说姚明山不是王岐山书记的妻子 这种拙劣的这种所谓的必谣 这是对王书记最大的伤害 如果不是真的 根本不需要他们必谣 如果是假的 也不需要他们必谣 事情很简单 我昨天我在发推特说过 我公布王岐山书记在美国的一处房产 这个房产是多年前 多年前 多年前的在美国的一处房产 我现在我不想对这个事情说那么多 因为我说那么多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我只是简单公布一下 所以呢 从这件事情上阿波罗网的事情上 阿联酋的事情上 这种造谣 是咱们公安部一局和安全部 还有海外的所谓的沉默的力量 为了在领导面前讨好 弄巧成拙 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我希望中央领导能看到这一面 他们绝不配当中国的国家机器中 这么重要的力量 他们也不配所谓的能给国家领导人解决问题 而且事情越添越乱 我们回到以前去 从2016年给我联系到现在 任何一次不要那么瞧不起郭文贵 这么低估郭文贵 然后中间人不要传瞎话 不要以己之私 也不要让自己来代表国家力量 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呢 不至于造成这样的结果 那么造成这样的结果到昨天前天大前天 这些骇客们 这国家的用国家机器非法的 这是在美国呀 动用了这么多的机器 来把我的推特倒增长 而且无数个网友 这个推友给我发信息 他们被取消了关注 这个对事情能有帮助吗 能解决问题吗 还有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大家要去想一想 当时这位老领导说 让我跟他们 跟你们叫做相向而行 低调依法解决 我昨天在电话中我说的很清楚 什么叫做相向而行 相向而行 我不能都跟着你的方向走 你应该考虑到我的方面 郭文贵犯什么法了 大家很清楚 你们不要以为郭文贵一定要定个罪 你这事才拉倒 那你这事你看错人了 我有没有罪 要依法来处理 而不是所谓的跟你相向而行 进行一个 或稀泥的 以为一个妥协的答案 那郭文贵是绝对不接受的 包括我的员工已经关了将近三年了 他犯了什么罪 你可以关三年呢 犯了什么罪 让你们在大连看守所 完全名字找不到 进行了消失性的状态 律师不让见 在开封看守所 我必须说 说到开封 河南的公安厅长徐甘露 包括兼河南的公安厅长 这个人是完全是让我很尊重的 因为在河南这个地方我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被指定为 徐甘露厅长被指定为专业组组组长 管了我那么多员工 包括我的侄女被关在开封 在这个人道上 在这个调查当中 虽然是很过分 但是基本遵循了法治 这一点我对西克安厅厅长非常非常之感谢 那么在这个北京那就是简直是 没有人道 没有人性 没有法治 这个江良栋主长 还有刑医总的 傅振华的这些人们 你们必须要对这个负责 虽然你们多么的嚣张 多么的狂妄 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们一定要跟你要一个说法 依法的 这个调查和依法的 对你们的行为进行给我们一个结果性的说法 包括 现在我们被关押的人当中 很多家属受到的威胁和所有的状况 这都是这些没有素质 没有能力的人做到的 特别是老领导说让我相向而行 相向而行不是说我现在我犯了罪了 你非要给我定罪不行 我这些员工和家人的事就过去了 那是不可以的 咱必须依法给我一个准确的 一个公平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诉求 这个问题上郭文贵永远不会妥协 那么反过来说 这位老领导说 当时让我相向而行低调解决 我低调了 后来为什么高调了呢 是因为在你们离开伦敦的时候 我明确告诉了您 我明确的说 我即将接受明镜采访 而且采访的内容我大概都说了 包括对我第三季在VOA的爆料的大部分语音和详情 我也口述给您 我也给您了 后来回去你没有处理好 才导致了我第二次的爆料 是因为你们做了这种邪性视频 你们所谓的强奸视频 我们才出来的 这是一个管理能力 还有一个站位的问题 还有一个你个人素质 还有你对国家的态度的问题 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后来VOA这个事情更走向了灾难 那就更不用提了 本来这个事情老领导如果给我打个电话 说文贵你不上了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可以在某一方面上 国家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 为了国家的利益 为了国家的尊严 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 我可以考虑的 但是你采用了外交部的这种说法 陆康先生 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的门面 一个spoken man 竟然是扭伸而去 成了全世界的笑话 包括昨天外交部部长 这个王毅部长 说阿联酋不会是常腐败的地方 我希望王毅部长 你在世界上这么伟大的形象 不要随便被伤害了 现在我觉得你看上去 和外交部就像当年 撒大姆载衣服的那个发言人似的 说话狂妄 这个阿联酋 这个是我现在 那是我是他的公民 我可以向负责人告诉你 王毅部长 你一个人也带不回去 而且我告诉你 阿联酋 我就正式的向这个国家 包括谢克 向他们告诉 必须取消和中国的遣返协议 上次你们在那里造假造谣 在迪拜 带走了一个200万块钱的贪污分子 你们大肆地广告 威胁所有的人 然后所谓的遣返了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胜利 你不要骗人了 那是迪拜的 迪拜在某种程度上 在阿联酋 它是一个比较自制的 签署的这个遣返协议是2004年的 我已经向国家 向所有人告诉 必须取消和中国的遣返协议 咱们拭目以待 如果你能在阿联酋 带回去任何一个中国出来的人 我郭文贵 我也可以把头交给你 不要老用这种威胁恐吓的语气 对待阿联酋这个国家 我是阿联酋的公民 我可以代表阿联酋国家说 你这一招绝对不灵 你威胁不到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一个你也带不走 阿联酋这样成为中国公民 最安全 最稳定的地方 不管是资金 不管是人 都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是阿联酋的利益 不容得你像过去的这种一致的恐吓威胁 什么烈狐啊天网啊 吓唬那些无知的人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这样做了 再这样做下去对面没有好处 事实会给你答案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我们的律师最近跟国际刑警组织 李昂总部一直保持了联系 我今天我首先我在此呢 我要对魏京生先生 还有何平先生 和所有的 这个去为国际刑警组织在那呼吁 不要再成为中国政府的某些黑人 控制的一个邪恶的力量 不要再回到二战的时候 成为希特勒的控制的一个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一个国际组织 我经过沟通以后 我今天上午和我们的团队 继续到中央公园去跑步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告诉了我所有的情况 因为我们其中的一个律师团队的家人 就是国际刑警组织 过去的一个代表美国的重要的领导 我们的律师呢 在今天会正式面交刑警组织 一份我们的严肃的信 我们要他们给出正式说法 同时我才知道 由于魏京生先生和何平先生 和所有今天我们在海外的华人 还有这些律师们的呼吁 结果造成什么呢 就是CIA和FBI来自美国政府的 驻李昂的刑警组织全部撤回了 这是一个天大的消息 这个我今天听了以后 我特别的激动 因为就是我们的华人的团结 由魏京先生先生和平先生 陈小平先生 还有我们原来被害的 过去的多个红色通告的个人 出来站出来讲话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然后讲各种案例 造成了巨大影响 而且据我所知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 国际信用组织的他的身份 美国政府会有下一步的行动 这个对孟宏伟担任国际信用组织 美国政府是绝对不接受的 不仅美国政府 很多政府 据我了结 也不接受 而且我已经告诉了 我持有护照的多个国家 一定要站出来 要反对这个组织 这样黑社会的形式 这个完全是带有这种威胁恐吓绑架的 对海外的华人 以为给了点钱 就可以把我们的自由 把我们的未来给拿掉 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玩的 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说王毅这个部长 让我们那么尊重的人 我很多日本朋友都特别喜欢王毅 我们家人都喜欢王毅部长 现在说话动不动就代表了 安全部公安部 我觉得好像警察似的 还有路康先生 竟然在发布园当中 郭文贵给你没仇没冤 续说到郭文贵 你像说狗屎似的 如果郭文贵的爸爸是常委 你敢说吗 你会用那种嘴脸吗 这种种族论 血统论 在你们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你那点水平 就你那点能带 你不要再自以为上 凭什么你这样 就是因为我是草根吗 就是我被你们妖魔化的 所谓的这个是个骗子 强奸犯 你就会对这么态度吗 在你身边上 比郭文贵坏一万百人多了 你也没有资格 对郭文贵这么说话 你也不要老拿着你那点小水平 在威胁着全世界 没有任何意义 没人接着你这一套 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那天我在瓦拉沟的时候 你们在旁边过去 我来看你一眼都不想看你 郭文贵不愿意看你们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一个公民 我是一个中国人 但我不是你的公民 即使我是你的公民 我还没有定罪 你凭什么一种闭世的眼光 你们这样对待我 这不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吗 只要一谈到私人企业家 你们都认为都是行贿的 只要一说你们国营企业 都是你们一伙的 凡是私人企业家 在国营企业面前 连小三都不是 不但如此 只要坐在一个桌子上 只要有官员 一个科长在 能让一个给国家纳税百亿千人的老板 坐在一边去 这个老板连半点尊严也没有 中国的私人企业 在你们这人眼里面 真是连猪狗都不如 还有一个一说农民 你们都嗤之以鼻 恨不着捂上嘴捂上鼻子 你们的爷爷奶奶 谁不是农民呢 谁不是草根呢 现在一说话农民就代表着第一级 庸俗 可是你们骗的钱 很多钱不都来自这些泛亚 易珠宝 哪个钱不是来自农民呢 你们纳税当中哪个不是来自我们这些草根呢 我们的私人企业家你看不起 农民你看不起 就剩你们国有企业了 就剩你们官二代了 那这个国家交给你们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这个王毅部长在那讲话 阿联酋不会成为什么犯罪的天堂 不会成为什么腐败分子 腐败分子是你们党员 不代表我们老百姓 阿联酋一定会成为中国人任何一个人 最安全的地方 资金最安全的地方 我现在可以代表阿联酋说这话 如果你要认为不行 我可以咱们一起在阿联酋搞个记者招待会 你看阿联酋的国家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不仅阿联酋 多个国家都在最近和我一起 对这个事情是表示极大的不满 所以说呢 我认为很多人是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 很多人你们是不能代表14亿人民的利益的 而且我在这说你们最近的所有的这些做法和行为 不仅严重的伤害了这个国家 严重的伤害了中国人民在世界的形象 而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我今天我在这可以说 我绝不相信你们干这事情 经过了党内的所有的程序 我也不相信这个外交部 赵慧从过驻美大使馆到VOA去威胁协调 安全部公安部一局北京安全局 所谓的沉默力量 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在VOA内部捣乱 包括对我的这个推特的骇客 每天过这个进行骇到我的电脑 发垃圾信息 然后录制邪性富豪视频 强奸视频 再强奸视频 然后在网上把阿联酋的事情拿出来 让你们为的希诺和博训 这样的人天天造谣 转移视线 这能是国家行为吗 我绝对不相信 我就更谈不上习主席知道了 习主席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呢 我深信 我从昨天老领导的那里 我得到了一个很正面的回复 说这些事情不代表国家 不代表最高领导人 这两句话让我非常之感动 因为这两句话 我最近的三星期 我要开始停止我的爆料 新的爆料 我停止 我停止就是对这两句话的回馈 包括其中一条 这个我特别感动的 说对郭文贵要一分为二的看 中央领导对我这个评价 文贵非常之感动 我一定会不会让你们失望 对文贵一分为二的看 我就值了 我只希望对我的员工 对我的家人的遭遇 和对我的资产 依法的进行一个 给我一个结果 包括这些专案主 非法的虐待我的家人和员工 给我一个依法的这么一个公正的结果 依法来决定的结果 包括对我郭文贵是否涉嫌犯罪 财产是否合法给我一个公正结果 我愿意接受通过我的律师 通过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然后对我的资产和家人员工和我的事情 一个公平的处理结果 我愿意 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任何过高要求 就是要求依法公正走正常程序 同时我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不反国家 我不反政府 我不反习主席 三不反 但是我坚决反 以黑治国 以贪反贪 以警治国 以警反贪 特别是傅政华副部长 傅政华副部长的这些作为 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傅政华先生收的钱 他是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党内纪律处罚 和经济犯罪调查 这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会妥协的 所以说一次次的在海外操作这些事情 我也昨天听说这不代表国家 不是组织行为 我非常的欣慰 向博训收了大量的钱 我今天我在这里呢 我再公布一个韦石先生 在过去我公布了一个账号 您说是 那个是你正常营业账号 正常营业账号应该叫博训 不能叫这些名字 这是第二个账号 我一个一个给你公布 你的钱去哪了 你是为什么注册这个公司 为什么这些钱都是背后的 都是说了明白的都是删铁费 所以说你犯不犯罪让美国政府决定 你和西诺和北京那些贪官们 那些俗官们所做的事情 那是你们自己应该负责任 你们不代表国家 不代表组织 而且你们这些行为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很多政绩我在这呢 我都不一一的亮了 我都不一一的亮了 我亮出来以后呢 我真的是怕震撼了这个世界 在未来的三周内 我会把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去准备全球新闻发布会去 所以说我未来每天 我都会录上五到十分钟 向视频给大家 让大家不要担心 放心 然后呢我在三周内 也不会再有新的爆料 不再有新的爆料 特别是我要五月四号 那天上那个秦伟平先生的这个评论节目 只谈个人生活和过去的经验 这个这个个人的事情 不是有新的爆料 我全力以赴准备全球新闻发布会 比如说今天上午我就去了 这个美国法院高院指定的这个证据鉴定 这个认证机构 我将我将全球新闻发布会的所有的这个大部分的视频 给合法化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进行认证 进行了打嗝 进行了处理 进行了是真是假的认证 包括了很多文件 是否是合法 然后呢 这个是否是真实的认定 所以未来我们的全球新闻发布会上 对一些公布的账号啊 资产呢 个人这个这个身份信息啊 还有资金来往的这个流水账啊 还有一些视频呢 都是经过美国 这任指定的合法的认证机构啊 才可以放出来 才可以播出来 我全力以赴在准备这个事情 到时候在我公告之后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全球发布会的 对这个参加的人的要求 对参加人的一个标准 包括时间 包括中间会有大概什么样的节目 时间的安排 我们都会一一公布 这个事情一定是 这个新闻发布会一定是前所未有 世界级的 到目前为止大概有630家媒体 包括了各种社交媒体 还有这个自媒体啊 这都很多 我相信还会超出这个数的 那么过去的三天吧 我接受了两家的这个新闻机构的采访 这两家新闻机构呢 我估计大概在未来一周吧 可能会播出来 那么在未来的三周内 我基本上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希望现在所有跟我联系的这个媒体呢 还有这个机构呢 希望你们要理解 我三周内内不接受任何的采访 原来约定的 像美国的这几个大的电视台 我稍后都会给他们发信息 我们在三周内都不去做 那么我再返回来说到 这几天的造谣 还有这几天的捣乱 还有这几天的发生的这些丑闻 包括这个推特倒增长 我在这严肃的说 这些五毛们 包括我知道了这是以傅政华为首操作的 非法操作的 利用国家机器 这个在外面搞的这些事情 我从这个视频播出后 我给你们时间 我希望你们停止 如果我的推特还继续倒增长 不是事实还有骇客的话 我就会继续每天发更多的视频 我就会继续报信料 这是我庄严承诺 你记住 如果你不停止对我推特的骇客攻击 不停止对我的抹黑 不在网上删除我所有的负面假信息 真的你都保留 你不删除关于我的假的负面信息 严重影响了我和这些基金们的合作 我的基金里面有90个LP 90个LP 现在这90个大概6、70%都准备撤回在中国的所有投资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们这种丑陋的 无法无天的低劣的行为 他们伤心欲绝都要撤回到中国的投资 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你将给国家带来经济上巨大的损失 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得以制止 我也不希望因为你们的丑闻 把我这个基金这11个基金全关掉 或者11个基金把我给撵出来 那就我没有路可走了 必须给你血拼到底 所以我希望你们把所有造谣的视频和这种假信息 全部停止 五毛们你们也该回家休息了 郭文贵在三周内不爆料 不爆心料 不爆心料 而且我尽可能不去指责现在的领导人 我全力以赴准备全球新闻发布会 但是如果你改变这个规则 如果你要是继续这样做的话 你看我会做什么 我会像上次在这个像那老领导说的 你们只要跨出一步去 我就跨出十步去 如果下次你敢往前跨一步 我跨一百步 你不信就可以试一试 文贵连死都不怕了 我可以给你试一百次 一千次 这像今天我去做公正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这个郭先生你太勇敢了 你这些证据太了不起 我们不敢想象 我们每次查这些零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这银行这么多零 包括有些视频 在飞机上运现金的视频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他说你怎么能拿到的 他说CIA FBL拿不到 你怎么拿到的 因为我用心了 因为我不怕死 因为我花了很长时间 因为我了解他们 我不希望这件事情真的 能用到以后给这个国家造成损失 我深信不疑 就像昨天我跟这位老领导说的 这绝对不是习主席的想法 他肯定不知道 他绝对不是国家的行为 他也不能代表这个组织 我希望能得到这个答案 昨天我非常兴奋的 我得到老领导的确认 这绝对不代表国家 也不代表这个组织 我也希望有尽快的 在全世界人民关注的前面 对我的事情 我要求的保钱保命报仇 给我一个答案 让我的员工全部自由 让我的员工的家人自由进出 让我的家人自由进出 他们都是中国人 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 他们应该自由进自由出 还有很多在国外因为我 这个被你们边控的 已经几年不能回去的员工 因为我在国内的很多人 不能出来的几年的员工 家人不能团结 我希望这件事情 都依法尽快得到解决 我也会真的相向而行 以国家利益 习主席的形象 国家的形象 国家的利益为重 我会适当的和你们合作 尽可能的避免减少对国家这几方面的损失 我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积极回应 郭文贵从来说话算话 这一点国家安全部 中央你们是清楚的 2008年的时候 2006年刘志华案抓起以后 中央决定返还北京盘古大观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到了2007年1月份了 说郭文贵把楼还给你 你怎么保证在2008奥运会的时候 那里不是一个黑楼和烂尾楼 我说我难命保证 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决定把盘古大观还给了我 我是在2008年奥运会8月8号之前 7个月完成了35万平方米的建筑 而且当时迎接了3000多家世界媒体 郭文贵过去的承诺都是兑现的 可以查我的历史 而且我在这里庄严的承诺 只要是你们帮我解决这些问题 你们不要再去打着国家的名义 打着党的名义 打着习主席的名义 再对我一个个人这样的伤害 对我的员工和家人这样的伤害 只要你们依法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我尽可能的去做不去伤害国家 伤害民主的形象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们认为郭文贵没这个能力 郭文贵也没这个本事 郭文贵也没这个胆量 咱们可以再继续试 文贵可以继续给你们试 现在的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国际上巨大的反响 所有的严重程度绝对不是你坐在中南海 和中央领导的办公室里面听到的那样 绝对他们给你们说的不是实话 如果你们真的是能离开办公室十米之外 好好的仰望天空 听听真实的人了解一下海外的这件事情的真相 你们就会明白事情远远不是你听到的报告那样 我们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级骗一级 一级糊弄一级 一个假话跟着一个假话 一个官僚跟着一个官僚 这个有些事情本来当时就可以解决 挽救国家的利益的损失和拯救国家形象的 结果都是因为官僚自私变成了灾难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不爱中国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体制内部出现了盗国贼 出现了巨贪、黑官 这是很大的问题 它只代表一少数人 它绝不能代表绝大多人 这是我坚信的这个原则 我坚信的这是客观和真实的 文贵接下来从今天起每天都会录制视频 向网友们和推友们表达 让你们对我的担心和关心表达感谢 同时呢减少你们对我的担心 那么接下来我全力以赴准备一个全球新闻发布会 全球新闻发布会一定开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对中国依法治国具有巨大推动力的一个成功的大会 让全世界人民关注中国 让全世界人民关注2013到2017 让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19大 和中国真正的反腐未来的走向 让全世界知道习主席有多么的不难 习主席他永远不可能承认 也不可能说他心中的痛苦 因为他没有没有团队 他没有利益集团 我这个未来想讲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不论是郭伯雄许才厚还是令计划 所有被抓的人 哪一个是习主席的敌人呢 一个都不是 包括周永康 习主席没有跟他们任何私仇 包括政治个人冲突 包括薄熙来 也不是习主席去抓的呀 那么习主席真正的是要反腐的 但反腐是被人家绑架被人家利用了 但是我希望通过文贵的 一点点的这种真相的爆料 事实比较大得多得多 那么一点点的小勇气 以一个无知的这么一个个性 能真正的让习主席和中国90%以上的好人们 党员们 精英们看到中国真实的现状 能真正的帮助中国以法治国 真正的能避免以黑反贪 以贪反贪 以警反贪 以警治国 避免像人民的名义里边的齐厅长高玉良 这样的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是文贵不惜生命代价 愿意全家的生命和安危 愿意给一千多亿的资产 愿意我所有员工的生命安危 我的一切来去努力的方向 如果我真的能做到对这个国家有积极的一面的话 郭文贵不枉活一世 如果这个事情认为郭文贵是邪恶的 如果郭文贵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 那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 大家拭目以待 不管如何 文贵走到今天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推友们 对我的关注 对我的支持和对我的信任 我在这里真正的在推特世界里面感受到了温暖 感受到了真情 也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网络世界的伟大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国家治理 现在是对现代的社会 科技的文明 特别的欣喜时代 是多么的无知 多么的无能 在郭文贵的世界上看到了这种一个个愚蠢的行动 一个个失得欺反的这种愚蠢的行为 而且使国家和国家荣誉蒙受了巨大的灰尘 让这个中央领导人 让这个国家 让这个组织蒙受了巨大的这个形象损失 这个真正的这个世界已经改变 信息时代将是巨大的力量 真相绝对无法掩盖 而且网络控制无法改变 真正的所谓你们要掩盖的这些各种事实 对国家的治理半点帮助没有 我也希望通过文贵的事件 能真正的让这个国家走向一个和现代文明接轨 能真正的让这个国家走向依法治国 能真正的给老百姓 不都捂住老百姓的嘴 让老百姓的钱袋子安全 这个菜篮子安全 老百姓的生命基本安全 然后有基本的尊严 不要当成猪狗 不要再像外交部的路康先生和王毅部长的一样 好像全世界人们都低他九等 外交部老百姓称你们卖国部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不要用那种嚣张跋扈的对待我们这些草根老百姓 你们在三年后五年后都回家了 你什么都不是 你能是什么呢 你给国家带着什么呢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所以说这种权力的奥班 这种带有这种血统论的这种愚蠢的DNA 和对国际上完全不知道爆发户的心理 还有这些官员的上蒙下骗 我希望你们停了吧 这个世界容不下你们 你可以通过文贵事件看到这个世界 真正的对正义 对法治 对真相的诉求 多少人 多少精英 你看到了在这次世界当中奋不顾身 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能量 他们的力量 多少人跑到了李昂去 关于国际信息组织 你知道他们告诉说多大的影响吗 不要像过去听到那些官员说看不起这些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些人真的都很了不起 不论如何 郭文贵将永远 与这些推友们 和这次事件当中 所有的这为了国家的依法治国 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 维护国家的利益 维护民族的利益 维护国家的形象和民族形象 我真诚的希望 所有的推友们 还有我的网友们 能和文贵一起 我们开成一个最成功的 对国家有巨大的 推动的 依法治国推动的正能量的一个 具有历史性的 全球新闻发布会 在未来的三周内 文贵会每天再次重申 发一个小视频 向大家报平安 希望大家放心 希望大家 能对文贵更多的了解 我们 在每天的视频当中见 在此文贵衷心的感谢所有的推友 和网友们对文贵的关注 对文贵的关心 谢谢